這個鋼是Refined石油 所以Refined是提煉 所謂提煉是甚麼意思 就是將它裏面很多不同的Compound 將它變成類似Size的 就組成一組出來 按它的重量 凡是比較輕的 就將它放出來 然後再重一點 這個做法是用Fractional Distillation 就是這樣靜熱它 快點滾出來 它在實驗室裏面怎樣做呢 放一些Spartorium 然後加熱給它 然後慢慢加熱 加熱的時候 它開始燃焦點比較低 它就會先出來 哪些燃焦點比較低呢 就是它的Molecular Mask比較小 例如Mephi CH4 它很輕 它裏面很少 Atom 它輕的話 它就容易有足夠的Energy 它就會走出來變成Gas 就是容易走出來 容易克服自己的重力 走出來 走出來之後 會走上去 走上去其實會帶動了熱力 令到碳熱針 它的Mometer 是知道 溫度計 就知道了你的溫度 同時 它就走到這邊 就是這邊的時候 它會冷回來 就會Condense 就會落回來 然後拿完之後 你就可以 保持著某個固定溫度 然後你就去等它不斷蒸發 蒸發到沒有什麼東西出的時候 然後你拿走 然後換第二支 然後再加熱去熱一點的溫度 然後再加熱到150度 然後再加熱到150度 然後再等一會 等它靜下來 等它靜下來出來 它就是這樣 它拿完出來之後 它每一部分 拿出來的就叫做一個Fraction 它第一部分就叫做第一個Fraction 第二部分 第二個Fraction 所以它分開了 拿出來之後 例如4個Fraction 4個溫度 1,2,3,4,4個溫度 拿出來 它會試到 接著它燃燒 很容易就會著火 而且你會發覺 它的火燒得很高 即是代表溫度熱的時候 它會將它本身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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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ense 它本身它變成Gas 所以走得很高 接著又再燃燒 所以你看到火大 接著去這邊的時候 就開始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高 沒有那麼容易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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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又是 又再沒有那麼容易燃燒 接著貨又小一點 但依然都能燃燒 這個本身都是Framable 但去到這裏的時候 你要加一個Wake 加一個燈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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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燃燒得到 這個最不易燃的 最靠近Framable 即是否異燃 以及是否是Volatile 即是 S unfinished 它在說兩樣 again Volatile即是 是否容易Evaporate 是否容易揮發 原ymm Hurry up 會再燒火 它在說這二節 講得這兩點 這個最Volatile President june 最Beforeable 這個 screws 它本身是比较像水一樣,很容易流動 還是很像膠一樣,很黏粒粒 它最輕的是最容易流動的 最重的是黏粒粒的 很稠,很黏粒粒 原因是因為Molecular 所有這些都是由細到大影響 這個其實和剛才講的一模一樣 剛才是講LAP 這是真正工業上的示意圖 它是製造原油的 這裏是最熱的 熱的時候就會蒸發了變成油 不斷走上去 然後它就會令到這些地方慢慢冷下來 慢慢冷下來 這裏就是最冷 例如我舉例 如果這裏是300度 原先是400度 全部都是GAS上來 接著300度 可能有些 其實它的燃焦點 就是它的燃焦點 就是它的燃焦點 它要是小於300度 我當它是290度 我當它是290度 我當它的燃焦點 是310度 它就會是300度 它只要310度 它還未達到 它還未達到的燃焦點 它就會變回 變回Liquid 就會在這裏 直滴在這裏 然後變成了Liquid 然後在這裏 我們就把它拿出來 但有些燃焦點 可能有些燃焦點 只是200度 100度 但是它是300度 繼續高過它的燃焦點 繼續是GAS 繼續向上移 然後向上面 再低溫一點 於是就會拿出來 所以去到最上的 就拿到那些 那些燃焦點 最低的那些 那些燃焦點 最低的那些就是這些 所以叫Refinery Gas 其實相當於我們所說的 那個天 我們所說的石油 是 我平時的煮東西 在家裏 一罐一罐一罐 這些 然後 GASOLINE 或者叫PETRO 就是一支汽油 是一般汽車會用的 這個NAPFAR 就是所謂的Feed Stock 是用來再基於它 再去製造其他 那些chemicals 那些什麼 例如塑膠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那些 PARAFIN 或者KEROXIN 這些是火水 或者叫煤油 火水 以前是用處 但現在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 飛機用的 那它為什麼會有些 這些是車用 有些飛機用 其實是在於它本身 不同的特性 譬如說 這個GASOLINE 的話 它很易燃 如果你的溫度比較熱的話 其實是不適宜的 如果你的環境是熱的話 它會容易自己著火爆炸 那 但譬如說 在飛機上面 那個引擎附近 它的溫度都很高 所以你用GASOLINE 其實是不合理的 那 那麼快 用這個PARAFIN 這些就合理一些 它不是那麼易燃 它是否易燃 還有 第二件事就是 它是否易燃 和它釋放多少Energy 其實是兩件事 就是 同樣這麼重 同一KG 釋放多少Energy 不是說是易燃 因為釋放多些 完全沒有關係 完全是說 溫度什麼時候開始 它就開始燃燒 沒有說 哪個一定優 它一定是能量高 其實不是 那 接著有D-SO-R D-SO-R 就是我所說的柴油 柴油 柴油一般是 一些傳統的 一般是重型的 那些車輛去用 那 為什麼是這個 為什麼是重型的 車輛去用 一般的車輛 用這個 也是 因為這個 每KG的能量 其實是比較多 的 但是它沒有那麼易燃 那時候 那時候 整理出來的 那個機器 引擎 要大些 所以只可以 大車 才會用這個 因為對於私家車來說 太大 引擎就擺不下 所以 就會用Gasoline 但Gasoline 其實它那個 低速度的時候 它的效率 其實是不及這個 總之就是 基於它各種燃料的特性不同 所以就用在不同的地方 然後就有Fill Oil 這個是 是給發電的 船 或者這些 用來發電 然後在下面 這裡就燃不下 它應該 Lubricating Flection 就是Lubricate 就是潤滑油 那些 用來做些油 用來做蠟 用來做蠟 Polish 都是蠟之類的東西 類似 類似溏清之類的 Bitumen 是蠟青 我所說的 Polo 那些 Polo 是蠟青 就是用來Polo 鋪屋頂 這些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些 越重 那些 它就在越下面 因為它那個 Balling Point 是高 相對高 Poing Point 低 就在這裏 那個是一樣的 那個 跟昨天所說的 那個 trend是一樣的 異然 是不是Runny 這裏 有Sticky 這裏 其實是一樣的